发病毒株肠对那些密切接触病株的工作人员抽血进行了抗体检测 没有发现感染的迹象 所以我们判断它暂时不会感染人 专家介绍SARS冠状病毒虽然目前不会感染人 但是其与2003年爆发的SARS病毒有诸多相似性 其溯源研究也证实了蝙蝠携带的某些冠状病毒可跨种传播至加畜 并造成严重疾病 针对蝙蝠持续开展冠状病毒的监测 对于防控新发传染病保障畜木业生产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现在病毒已经分离出来了 我们也自备了相应的抗体疫苗 很快的就能够针对这些病毒的蔓延